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otential energy 跟Potential 假定我们有一个正点和Q 在空间的某一个位置 然后呢 另外有一个点点和Q' 它源着这个路径在运动 我们设定这点叫A 这点叫B 任意两点 在这个路径上面运动 那现在我们就要问 电场 就是说你看Q'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电荷Q会在这里产生一个电场 于是就会给电荷Q'一个力量 一个力 是F1 F1 这个就是指的电力的意思 那么这个力处处都不一样了 它推了这个电荷 往这个地方跑的时候 那么它从A点到B点 所做的宫是什么东西 宫 宫当然就等于F1 F1 DOT D S F1 DOT D S 的积分 从A到B 这是我们上侧讲的 宫的定义 好 现在我们 1点 1呢 是Q的电场 Q的电场 它如果P点跟它的距离是R的话 它的方向是R Univector 那么1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1我们知道了 1 等于E可以带到这里来 DS就是这里走的一个位移 这个位移啊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圆半径方向的分量 还有跟半径垂直方向的分量 这个分量呢 它就是DR 大小就是DR 因为 你看从这里到这里DR嘛 DR 这圆半径的方向 这个大小就是R D Theta R D Theta 方向呢 是Theta Univector Theta Univector 就是跟R Univector 要垂直的方向 好 那现在我们把 这个带到这里来 这个带到这里来 我们就可以得 1 DOT 我们先看 1.DS 1.DS 这个量 DOT 这个量 你看 R跟Theta Univector 是互相垂直 DOT就等于0了 没有了 所以只有这一项存在 那这一项存在呢 R.R Univector 等于1 所以它的大小就是 4Pi 4Pi Epsilon Z 分之1 Q Over R平方 乘上DR OK 好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1啊 带到原来这个式子里面 这就是 我们要求的功 带进去啊 它就变成这个 我们前面那个带到这里来 这个积分是等于 负R分之1 然后你把这个RB跟RA带 RA跟RB带进去 它就变成这个 这两项 负号拿出来 那就是RB 分之1 这个都一样的东西了 好 那么这个等于什么呢 我们看到 因为这两项啊 只跟什么有关呢 跟它起初的位置 跟幕后的位置有关 在A点的时候啊 相对Q 相对那个Point Charge是RA 在B点的时候 相对Point Charge Q是RB 所以只跟起初的位置有关 跟你走的路径没有关系 所以这样的功 我们在上次不是讲过吗 它可以变成电位能 对不对 可以变成位能 Potential Energy 所以我们就令这个 叫做位能差 UB-UA是Delta UE E就是电能了 那就是负的Delta UE 好 这个式子显示什么呢 静电力所做的功 只跟电荷移动的起始点 跟幕后点有关 而与路径无关 所以静电力是保守力 静电力啊 是保守力 要记住啊 静电厂呢 是一个保守厂 静电厂是保守厂 这个是保守力 这个是保守厂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这个用正号 它就等于UB-UA 等于 这个 这一项简正一项 OK 那么 这个我们就称为啊 Delta UE 我们就称为是A点跟B点 两点未能的差 未能的差 OK 未能差是后来的未能 第二点的未能减低一点 好 那么 那么 点点和Q'它在任意位置 未能是 未能 会不会是这个呢 这是未能差 对不对 它在RA的未能是不是这个 RB的未能是不是这个呢 也就是说它在任意 一点R的未能 会不会只是这个 我们说不是 因为这个是定积分 定积分的时候 两项差 两项相减 如果它是 不定积分的话 它积分以后还有个常数 这个积分以后也有个常数 但因为常数一样 它们相减以后 常数就消掉了 看不出常数 所以呢 我们不能把这个就当作是未能 我们必须要加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那么 它到底多少 也没有关系 因为 我们将来所关心的 就是两点的未能差 一定减掉 可是我们讲 某一点的未能的时候 它总是跟在旁边 觉得这个很讨厌 对不对 假如你旁边 你不管到哪里去 你旁边都有一个人跟着你 你又不晓得 它叫什么名字 那不是很讨厌吗 你能赶走最好 那么 那怎么把这个C赶走呢 那就是我们可以设定 根据这个 这个形状 R在无穷远的时候 这个分数等于零 所以我们就设定 R approaches infinity的时候 电未能等于零 你把这个带进去 这是infinity 这个零带进去 C就等于零 这infinity分之一也是零 所以 这个C 我们就把它设定为零 那该多好 对不对 于是任何一点的未能 就是等于这个 不要注意哦 这个是R在无穷远的地方 未能等于零了 这个是电未能 这要记住 好 现在我们再把前面这个 刚刚我们推导的这个东西 再写一遍 Q prime 所受的电力 所做的工 从A点到B点做的工 等于这个 最后我们算出来 是等于这个东西 就是说 A点呢 如果是R B点如果是无限大的话 无限大 带进来 也是这个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 刚刚设定的是一样 对不对 好 那么 这个值 我们看这里 Q1 prime 我们是把 A当做R B当做是无穷远 对不对 B当做无穷远 好 那么现在我们呢 把这个 颠倒一下 B跟A互换 那么不是要 成一个负号吗 B是无限大 A是R 那于是它就变成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式子 好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 这个当做是什么 刚刚Q prime 是Q 被Q prime 被Q 产生的电场 推动的力 那这个呢 跟刚刚推动的力 正好相反 那就是外力 外力 刚刚我们是说 这个Q prime 被Q的电场 从R的地方 推到无穷远的地方 电能是这个 它现在就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就好像是什么呢 我们用一个 我们用一个 跟电能相反的 电力 静电力相反的力 把这个电荷 从无限远的地方 慢慢慢慢的 推到R远的地方来 那么这个外力 这个外力所做的工 跟这个力所做的工 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 因此这个未能呢 我们就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说 Q prime 被电场 推到距离R 距离QR远的地方 就从R远的地方 推到这个无限远的地方去 就是 比如说我们 刚刚那个有个Q嘛 对不对 Q prime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R的地方 距离它R的地方 从R的地方 推到无限远的地方去 这个电厂做的工 就是 就是那一点的电能 就是Q prime 在距离R的地方的电能 那么反过来就说 如果我 把这个Q prime 从无限远的地方 慢慢慢慢的 推到这里来 为什么叫慢慢的推呢 就是说 你这力不要太大 每一次啊 都跟电厂 产生的力一样大 方向相反 推到距离VR的地方 无限远 推到距离VR的地方 这个时候 所做的工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个电能 就是电厂 把Q prime 从R远 推到无限远 所做的工 或者是说 用外力 外力 慢慢的把 一个电荷 就是不让它产生 速度 就是没有动能 从无限远的地方 慢慢推到 距离QR远的地方 所做的工 这两个是一样的工 这就是电能 电位能 这个我刚刚都讲过了 这个也是我刚刚讲的 现在我们看一个立体 假定有Q1 Q2 Q3 三个点电荷 本来它们都相距 无限远 在好远好远的地方 彼此没有作用力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它们从无限远的地方 把它推到这个空间来 构成这个样子 Q1 Q2之间的距离 是R12 Q1 Q3距离 是R13 Q2 Q3 之间的距离 是R23 那么这个系统的电能是什么 好 那要怎么做 我们就假设 这三个点 原先是彼此 都是相距无限远 然后我们就把 Q1 先从无穷远的地方 移到这里来 这两个还不在 先把它移过来 因为 所有电荷都离Q1 无限远 所以你移它的时候 不要做工 不需要力 没有电力 所以你的外力 不需要克服任何力 所以W1等于0 好 把它固定在这里 第二次 我再把Q2 从无限远的地方 推到这个位置 推到这个位置 它做的工 就是等于 Q1 Q2 over 4 Y0 R12 好 再把它固定在这里 第三次 再把Q3 从无限远的地方 推到这里来 那么这个时候 它要克服两个力 一个是Q2 的电厂的力 一个是Q1电厂的力 所以它有两个力 它的 克服这两个力 所做的功能 一个是这么大 一个是这么大 这个 克服这个是这么 这个是克服他的力 所做的功 这个 这一项是 这一项是克服 Q2的力 所做的功 好 那么它的总功是什么呢 总功 三个功加起来 就等于这个 三个功加起来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题 再来我们就看电位 刚刚讲的是电位能 电位能是存量 那现在我们看电 什么叫电位 将单位正电荷 从无限远的地方 缓慢移到空间 某个位置 所做的功 称为该位置的电位 你看跟刚刚讲的 差一个字 刚刚讲是说 你把Q'的正电荷 从无限远的地方 移到空间的某位置 所做的功 叫做该位置的电位能 现在只不过把Q'呢 当作是单位正电荷 是一个库仑的正电荷 而已 如果是一个库仑的正电荷 你从无限远的地方 移到R的位置 那做的功能我们就称它 叫做电位 刚刚我们是导出这个式子 对不对 刚刚导出来的 那电位呢 什么意思呢 根据这个定义就是 Q'我们知道Q' 从无限远的地方 移到R远的地方 距离QR远的地方 电能是这么大 电能是这么大 做的功是这么大 然后被Q'来除 就是单位正电荷 那么这个我们就 因为这个 这个就是U了 就是U了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这个 就是说电位能 被Q' 就是单位正电荷 单位正电荷 从无限远的地方 移到空间 某一点 它所做的功 就是这一点的电位能 就称为是电位 我们刚刚讲 这是单位正电荷 如果不是单位正电荷 Q'的话 你要被Q'的话 是这个 要被Q'除 所以 这个式子 这个就是一个电位 的一个数学 表示是电位能被Q'来除 那么我们 它的单位 本来是用Joy Per Coulomb 但我们就另一个Joy Per Coulomb 就是一个Volt 一个福特 这就是电位 电位的一个单位 电位的单位 好 现在我们知道 什么叫做电位的定义 现在我们要问 空间任何一点 它的电位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电位 我们要怎么计算呢 假如这个空间 有电荷分布的话 那这个空间一定有电厂了 也有电位 每一点有每一点的电位 电厂我们已经学过了 点电荷的电厂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高斯定律求电厂 那现在呢 电位怎么做呢 好我们就要看电位的计算方法 很类似 跟这个电厂很类似 比如说我们看最简单的 假如我有一个点点和Q在这里 那我要问 距离它R远之处 方向在这里 这一点的电位是什么 这一点的电位是什么 那怎么办呢 好那么我们就记得这个电位的定义 电位的定义就是 从无限远的地方 把一个库轮的正电荷 移到这里所做的工 那现在我们如果把Q'的电荷 移到这里做的工呢 是这个 这个不要算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算过了 如果Q'的电荷移到这里 做的工是这个 那我们把Q 把这个被Q'除不就是一个正电荷 所做的工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这一项被Q'除 它被Q'除就等于这个 好所以 点电荷的电位 V就是等于Q over 4πε0R 存量 单位是伏特 单位是伏特 要注意哦 这个式子仅仅适用于Q为点电荷的情况 如果不是点电荷的话 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不是点电荷 你这个R是什么 你算不出来 你不能 如果这个不是Q 不是一个点 我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带电体 它到这里的距离 你要算哪一点 到这里的距离 所以这个是 仅适用于Q为点电荷 好再来我们就看比较麻烦一点了 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比如说我们Q1 Q2 Q3 它在P点产生的电位是什么 那我们怎么做呢 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我们想办法 我只知道一个电荷 一个电荷产生的电位 单独一个电荷产生的电位 那我就先把单独电荷产生的电位算出来 比如说Q1 只有它存在的时候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是V1 只有Q2存在的时候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是V2 仅仅只有Q3存在的时候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是V3 电位是这个 分别是这个 那么 这三个点电荷同时存在 这一点的电位是什么 加起来 还是乘起来 还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要从它的特性来分析 电位是什么意思 就是单位正电荷 从无限远的地方 被移到这一点所做的功 对不对 所以它是功 是功 那么 我们现在 只有它存在的时候 功是这个 只有它存在的时候 功是这个 那如果三点都存在 那么你要克服这三个力 所做的功 这三个静电力 所做的功 那应该是 这三个都有 功是一个存量 总功就是这三个加起来 存量合就好了 存量合 因此呢 它就等于 V1加V2加V3 这三个加起来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的 4倍 Y0分之1提出来 里头这个我们就写了 QIRI Sigma I等于1到N OK 一群 一群 一群电荷的电位 再来我们就看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加定 这是一个区域 它的电荷连续分布 它的密度呢 是Row 看得到 密度是Row 然后这个体积是Tor 这个体积是Tor 这个Row呢 是处处都不一样 是位置的函数 那么这里都有电荷在这里 那么在这一点 一定会产生一个电位啊 对不对 这个电位我们要怎么做呢 怎么求呢 那我们就 也是想办法 我学过一个 点电荷的电位 学过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那 这个我们就可以 连续分布的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体积 分割成 无限多个小体积 叫做DTor DTor DTor乘上这个地方的密度Row 就变成DQ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点电荷 因为它是电荷基数 DV DTor就是体积小的跟一个点 小的看不见了 就是跟点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求 这个点电荷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做 DV 等于DQ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然后这里有好多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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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一样的 类似的这个电位 这里有DV1 DV2 DV3 DV4 那么总电位是什么 向量核 纯量核 所以呢 纯量核就是这个无限多项 加起来 我们就用积分来做 用积分来做 OK 就是对这个体积的积分 好 不过这个时候 这个DQ 它是等于Row成DTor 因为这是体积电荷密度 如果这个是一个导体 电荷全部在表面的话 那么我们是把表面分割成 无限多个小面积 每一个小面积乘上它的Sigma 乘上它的电荷密度 就变成DQ 那么在这里会产生DV 那么这里所有的DV 加起来就是这个 所以还是这个式子 如果电荷做 做面状 这是这个面子 这个我写错了 面状分布的时候 是这个 这是面电荷密度 我把这个移下来就没有改它 面电荷密度 OK 这个面 这个面 如果是一个长度的话呢 这都没有改了 奇怪 这是线状分布的时候 Lamina 是限电荷密度 这个叫限电荷密度 以后啊 你们都要做这种积分的题目 Dta怎么取 DA怎么取 DL怎么取 就是长度基数 怎么取 面积基数 怎么取 体积基数 怎么取 你要加紧练习 自己要加油 去把它弄通 OK 弄不通这个题目 你就没办法做 看到题目在那里 因为你取不出来啊 你怎么做 好 再来 我们先把方法都做 都看了 由电厂求电位差 然后从电位差 再来求电位 你看我们前面不是讲过这个式子吗 Q prime 在Q的E厂里面 电厂里面 从A点到B点 所做的公司 这个 可以化成位能的差 这两点位能的差 好 那么我们两端都被Q prime来除 这也被Q prime除 这也被Q prime除 这个就是变成电厂的积分 这个被Q prime除呢 UB over Q prime就等于VB UA over Q prime就等于VA 所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写成什么样子呢 VA-VB 就是VAB 你看你把这负号乘进去 就是VA-VB了 等于这个 或者是 你把这个 负号 乘过来 负号 就是VA 我们很多书上是用这个方法来做了 你看VA-VB 它是从A到B的积分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 B跟A 互掉的话 这不叫变号吗 对不对 变号 是变成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 这两个 常常会 用这个式子 常常会搞分头了 我们就用这个 VA-VB 就是电厂的限积分 从A等到B等的限积分 OK 这样子就不会错了 好 VA-B就是等于两点的电位差 这两点电位差 本来就是VA-VB 你看它可以看出 负的VB-VA 那这就等于负的VB-VA 所以 VA-B要等于负VB-VA 这两个 下标 互换的话 这是 差了一个方向 差了一个符号 差了一个符号 AB2点的电位差 VA-B就称为 AB2点的电位差 就电位差 好 现在我们就要看 刚开始有电厂求电位差 电厂就会 电厂限积分 从A点到B点的限积分 就是VA-B 好 现在如果你知道VA-B 你怎么样求电厂呢 以后也有这种问题出现 好 我们还是从 刚刚这个式子来 比如说这个等于这个 你看这个积分 就是这个东西 两边都微分一下 这个等式的这边 跟这边微分一下 这个就变成DS 这个就是负DV DS 这个是存量器 可以画成这样子 如果在迪卡尔坐标 EX DX EY DY EZ DZ 那么就是表示说 你这个时候的V 它同时是X跟Y跟Z 坐标的函数 就说这个电位 它是三个坐标的函数 那如果你要求EX的话 怎么办呢 那就是等于 把这个V 对X做偏微分 就是不管这两项 这偏微分就变成这一项 就变成这个 如果它被Y做偏微分 对Y做偏微分就变成这个 对Z做偏微分就变成这一项 偏微分现在学了没有 学了没有 没有学没也没关系 你就要想办法自己学 记得这个关系 记得这个关系 如果这个V仅仅是X的函数 那么就不会有这些了 那它就是DV over DX 如果它仅仅是Y的函数 就是没有这两项了 那它就是DV over DY 因为它是XYZ的函数 所以你必须要对XYZ来做偏微分 然后我们又有D S 它是等于E场跟位移的内积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电场 在这个方向上的分量 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方向 你看它乘它不是等于E乘上D S乘cosθ吗 对不对 Ecosθ其实就是电场在这个方向的分量 就是ES 因为这个等于负DV 所以我们就得ES 就是任意的一个方向的这个电场 我们可以写成DV over DS 如果这个电场 如果电位晶就是R的函数 晶结是R的函数 然后电E它就变成 就是说这个S就是R的方向 那就变成-DV over DR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 电场是得-DV over DR 假定我们有一个电位 它的函数跟R所成的这个关系 就是V跟R的关系 它的曲线是这条 曲线是这条 好 那么我们说 它这一点的这个斜率 这一点斜率就是什么 DV over DR 因为V 这个是V这个R 所以这个就是DV over DR DV over DR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1 等于-1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 P点的电场 它的值等于P点 切线斜率的负值 这个斜率的负值 OK 这是斜率 这是斜率 等于 某一点 你R在 比如说P点 就是VR 它的电位是VR的话 那么这一点的这个DV over DR 就代表这个 切线的斜率 好 那么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要记住 以后我们会常常用到 就是说 如果 如果 电位 像这个是连续的 这个到这个都是连续的 这个 到了R点 P 这个到了P点 然后 突然就降下来到这里 这就不连续了 不连续了 你看 这一点的切线 跟这一点切线就不一样了 不连续了 它变成这样的一条 这个斜率是无限大 那这个叫做不连续 不连续 那么 我们现在来看 因为电场 电场一定是 某一点斜率 电位 函数 某一点切线的斜率 那么如果这个 这个电位的函数 如果是不连续的话呢 不连续的话 那么它这个 你看 1就等于 负的DV over DR 负无限大 无限大 1 不管是正无限大 还是负无限大 那表示什么 表示你单位正电荷 在某 在这一点 在R的这一点 所受到的力 是无限大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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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我们这个 电荷这个东西 再怎么大 再怎么个天文数字 它都是有限的 有限的 所以它的力 必然不可能无限大 如果你的力 变成无限大的话呢 就表示说 不合理 不合理 OK 那么 不合理 所以这个 因为1等于DV over DR R的负值 就是等于这个 电位 在某一点 切线的斜率 而E又不得 无限大 不得为无限大 所以说这个V 不可以不连续 电荷一定是连续函数 要记住这个 不是电场 电位 电位一定是连续函数 电场可以不连续 电位函数 一定是一个连续的函数 要记住这个 就是电位有连续性 OK 结果显示 电位函数具有连续性 这个很重要的 要记住这一点